腾讯体育8月22日去曼车在新赛季的英超赛局版美,取得了两连手的佳季,虽然得布朗内重伤,但是门迪成为了瓜迪奥拉的意外惊喜,这位法国左后卫在前两轮比赛送出三次助攻, 目前是英超赛场的助攻王,曼车斯特百报传门指出,相比上个赛季,瓜迪奥拉已经找到了另外一种改善曼城的方式,那就是充分发挥门迪的作用,上个赛季,门迪已到时破纪录的5200万磅转会费加盟曼城,虽然他开局不错,但是由于受伤,这位法国后卫仅仅出场了七次,在门迪受伤后, 瓜迪奥拉让德尔夫客串左后卫,效果还不错,但是瓜帅心目中,门迪还是曼城左后卫的第一人选,不过在2018-19赛季,门迪的表现是梦幻般的,首场比赛对着艾森纳,门迪表现出色, 当时瓜迪奥拉没有过度夸杂这名弟子,法纳表示,门迪有时候会被激怒,而且也需要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少的时间,连赛第二轮对着哈德斯菲尔德,门迪的表现也很杰出,不过瓜迪奥拉依然很谨慎, 他表示,我们知道他的身体状况,现在我们每周都有一场比赛,因此,我们有时间,让他恢复,但是我不知道,当每三天一场比赛,的时候会发生什么, 特别是在冬天,考虑到门迪上赛季的受伤时,瓜迪奥拉的担心可以理解,但是因为指出,虽然瓜迪奥拉的态度很谨慎,但是这样一名好球员,瓜迪奥拉不得不考虑让他多出场,即便门迪的身体状态,还需要一周上赛来考验, 但是,如果曼城即将迎来一场关节比赛,相信瓜迪奥拉很难让门迪休息,门迪的传终能力非常之强,将两轮比赛一共送出16次并直接带来两立入攻, 曼城是一支讲究地面配合的球队,但是这样的进攻方式有些单调,而如果门迪在球场上,他就可以直接将球传到禁区里,游舍守门抢点,这是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, 可以大大丰富曼城的进攻,上个赛季的营潮,曼城在大部分时候都没有门迪,不过这个赛季,门迪会出现在大部分的比赛场次, 他的进攻方式,会让曼城的对手不适应,因此,本赛季的征程里,门迪算得上是曼城的秘密武器,他的进攻端位球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, brooke,the end 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